我们正在大力发展光子芯片 那到底是权宜之计呢 还是未来的趋势 近日美国科学日报发表了 行业内专家的预测结论 那就是光机芯片将在不久的将来 超越硅机芯片 根据美国科学周刊的报道 来自中国北京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的团队 正在致力于拓展光机芯片的应用领域 其中让人惊讶的是 光机芯片将可以帮助人类 在月球上实现导航定位 那这是因为光机芯片的重要材料 黎酸黎 黎酸黎是一种无机物 经过特殊处理之后 黎酸黎晶体会具有多种特性 包括压电光电热电 以及非线性光学等性能 同时还具有光折变效应 那这个光折变效应 大概的意思就是 当光进入介质之后 会在晶体里激发被束缚的载流子 从而产生不同的变化 那黎酸黎可以制成超薄的芯片 通过识别和计算 进入芯片激光的细微变化 从而实现对移动距离的测定 而且无需借助外部设备 毕竟啊 月球上空是没有导航卫星的 那这种技术在不久的将来 会有极大的用途 以往人类登陆月球 活动范围也就在千米左右 估计再怎么跑也跑不丢 但是等我们建立起月球基地之后 活动范围将会极大扩展 以至于都需要使用月球飞行器这样的工具 到了那个时候 月球的导航定位就成了必不可少的需求 除此之外 光机芯片在通信 大数据 人工智能 甚至远程检测 水果成熟度等领域 都有着更广泛的用途 那令人欣慰的是 在这个领域我们